大家好,我是Stan 最近爆红韩剧 受到超高人气的韩星聪俊宜 今天背包与英国女友交往一年多的消息 而聪俊宜也没有刻意隐瞒这段恋情 透过所属公司任爱乐 今天12月26号 韩国媒体报道 透过有人的介绍 聪俊宜目前与长相貌美的圈外女友交往了一年多 而聪俊宜就跟一般的恋人一样约会 有行程的时候也会带着女友一起参加 也主动向工作人员介绍了自己的女友 对此,聪俊宜的所属公司对外表示 聪俊宜演员目前一位女性彼此以好感交往中 希望大家能给予温暖视线 而除了交往之外 无法提供其他资讯的部分也请见谅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大方人爱可可可 希望能幸福 然后赶紧拍下一部戏吧 请努力工作 恭喜我吧 也希望能赶紧拍下一部电视剧 韩国所有论坛 几乎50%的留言都是恭喜聪俊宜 然后剩下50%的留言都是这种留言 只要聪俊宜能幸福就好了 但重点不是恋爱 这部戏的结尾到底是要怎样 比起恋爱消息 电视剧的结尾更给我了冲击 是吧 可能是昨天受到的冲击太大 今天一点都没有惊讶 很好奇女友对于财发家小儿子的结尾 是怎么想的 但真的恭喜我爸的恋爱 对 可以说是今年最红的韩剧 昨天播放了最后一集 但是这最后一集 真的是轰炸了韩国各大论坛 其实从partie有您开始 也有很多结尾让观众们傻眼 直到今天也一直一直被骂的韩剧 但是像前面记忙那样的这样 不只是被一般网友们骂爆 也被其他作者们吐槽的韩剧 我真的是第一次看过 一位知名网络小说作家表示 有读者说看我的小说后会想要骂我 但没有人说想要吐 这部戏真的是想让人吐 之后的数十年 应该没有比这个还要糟糕的结尾 原作家病倒一个礼拜也能理解的 为了防止剧透 在这里虽然不会提到详细的内容 但是为了看韩国网友们 对最后一集的反应留言的话 应该也会被爆雷的 所以不想要知道任何内容的人可以直接跳播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对 看这部戏的时间真的太浪费了 是今年看到的当中最烂的韩剧 早知道就不看了 如果没有原作的话是可以理解 但是这样毁损原作也太傻眼了 本来很期待跟原作一样爽快的结尾呢 拜托买了原作版权就尊重一下原作吧 那不是基本礼仪吗 要这样乱改的话自己创造部就可以了 还没看的人就不要看了 节省时间吧 我本来非常不了解太沉迷于电视剧的人 原来是这么上火的事情 疯了吗 汤凡家的小儿子 巴黎的小儿子 精神病小儿子 跟原作者道歉吧 十八 真的 所以已经有看 杰伯基蒙娜的最后一集的人 大家觉得这个结尾怎么样呢 我怎么做梦 我成为了一个人见人爱的YouTube呢 哈哈哈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